大家好,这里是明镜电视的明察秋毫节目 我是主持人Nary 我们已经连续几天讨论了美国的司法 主要集中在最高法院宪法审查权的问题上 明天我们还将请张千帆教授继续介绍 现代民主国家中立法分支和司法分支之间 相互对抗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今天我想稍微换一个话题 我们来点轻松的 我们来看看英国突然发生了什么 他们在抽什么风 突然之间,从周二开始 一个接一个的英国的内阁官员交了辞呈走人 辞职人数创了历史记录 大多数观察家认为这是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约翰逊 面临的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政治危机 不排除他被迫辞职下台的可能性 那导致这个事件的直接起因 是评撤丑闻的曝光 Christopher Pincher这个人 在2017年 当时还是梅姨 那个Trissa May 做英国首相的时候 英国政坛就曾经爆发过一系列的性骚扰的丑闻 十几起 这些丑闻的曝光和当时的女权运动 就是MeToo是相关的 之前很多受到骚扰而忍气吞声的一些女性 纷纷的站出来指控那些掌握权力的男性 霸凌甚至是性侵他们 Pincher就是其中被指控的一个 但是他有点特殊 他可能是一名同性恋 所以他骚扰的主要是男性 一些运动员之类的这样的人 当时Pincher在受到指控之后就辞职了 但是两个月之后 他再次出任了英国保守党的党鞭 WIP 什么叫党鞭呢 在英美的政党体系中 党鞭基本上就是一个政党的第三号人物 仅次于这个党的主席和副主席 党边的职责有点类似于中国的这个纪委书记 他主要的任务是监督自己党的党员 要按照党的决议去行动 比如说统一投票 有的时候也会监督党员的品行 但是请注意 他们和这个纪委书记不太一样 就是他们只有公开批评的权利 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实际的行政权利 或者强制的执行力 任何对党员的惩罚都必须是议会中投票的结果 党鞭这个人是没有惩罚党员的权利的 在英国因为他是议会制 所以执政党的首领 一般就是这个党的主席 往往就被委任为首相 所以党边在英国实际的地位 就等于是除了首相之外 执政党在国会中的党领 他们经常还被委任为皇家的财务管家等等 他能够出席内阁会议 2019年波尔斯·Johnson 约翰逊成为了英国的首相 那么这个Pincher又被任命为英国和欧美关系部长 2020年他担任到住房部长 到了2022年也就是今年的2月 再次被约翰逊任命为保守党的党边 但是这个Pincher呢 显然是一个忌吃不忌打的家伙 6月底他又被指控 最久之后又对两名男性 这两名男性可能还是两个议员 进行猥琐 那么被指控之后 Pincher随即就辞职了 那么这个丑闻之所以牵扯到约翰逊首相 是因为他通过发言人一再的否认 自己知道关于Pincher的这些指控 但是这个说法随后被证实是谎言 那约翰逊立刻就改口说 他说我知道Pincher过去的问题 但是认为这些指控已经解决了 他当时用的这个词是resolved 一般对这个词的理解就是这事过去了 或者说和解了 但是随即记者又再次的指出 关于Pincher的调查并没有结束 其中有一个指控是被坐实的 然后约翰逊的发言人又改口说 我们说这个resolved 我们也包括说这个指控已经被证实 所以这一连串的文字游戏 确实有一种耍弄英国人智商的感觉 后来又被爆出 约翰逊本人不但知情 而且亲自听取过关于Pincher过去行为的通报 换句话说 他是在完全知道Pincher是个什么人的情况下 依然任命他为保守党的纪委书记 这个就突破了英国人的道德底线了 英国的卫生大臣首先辞职 表示说休语与这样的首相共事 随即财政大臣也辞职 这两个人目前被认为是英国最重要的两位大臣 因为他们分别掌管着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 而且他们也被认为是约翰逊在保守党内最有实力的竞争者 那这两个人一带头 英国内阁就掀起了一股辞职的狂潮 从周二到现在已经超过40名内阁官员辞职 我们大概可以看出约翰逊这个人是一种不太守规矩的人 他的个人行为相当的随意和放肆 比如说2020年在英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全英国都在施行封锁隔离 而约翰逊作为首相却敢直接在唐宁街的办公室里搞酒会 当时也是于情哗然 最终他还受到了英国警察的罚款 他是我知道的在任的英国首相中 唯一一个在任并且违法还接受了惩处的人 在英美的政治传统或者说他们的政坛中 这种吊耳郎当的有点嚣张 不守规矩的政治领导人是不受欢迎的 约翰逊早些时候在自己党内曾经遭受过一次不信任投票 虽然他最后是涉嫌过关 但是这一次不信任投票中显示 超过40%的保守党人不喜欢乡村 希望他下台 说到这儿我们跑一下题 英国的保守党会不喜欢约翰逊 那美国呢 为什么像川普这样的行为不端的 比约翰逊要严重的多的美国人 却会得到共和党如此狂热的追捧呢 英美不是同一个文化体系吗 我认为川普现象其实不是某一个文化的现象 而可能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什么意思 在受到威胁的时候 人类会本能的抛开自由主义 去拥抱集体主义 换句话说 他们会去寻求一个强人的领导 那这个时候呢 谁显得更强大 甚至是更蛮横 就更可能得到公众的支持 美国从国家来说 它受到产业空心化 实际生活水平下降 基督教文化被外来文化冲击等等威胁 更重要的是 从党派来说 共和党受到了空前的威胁 共和党的党员人数和民主党之差 不断的在扩大 现在共和党的党员人数只有民主党的75% 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 共和党的支持率和民主党 是完全不成比例的 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 就是2020年大选的时候 民主党竟然在德克萨斯州 投放了拜登竞选的宣传片 什么意思 德州是共和党的大本营 这是绝对不能输给民主党的 德州必须是最铁最铁的铁票仓 因为它有40张选举人票 那这种百分之百是共和党赢的州 民主党为什么要去花钱 投放拜登的竞选宣传片呢 这就意味着民主党看到了一线希望 没错 这个共和党的最后的大本营出现了松动 2020年大选中 投票给拜登的德州人居然有46% 我们来做一个对比 在民主党大本营的加州 投票给川普的有多少 只有33% 所以加州是非常稳固的民主党的大本营 共和党人绝不会想到在加州去投放竞选广告的 而德州却开始了松动 这个对于共和党来说这是一种类似于天都要塌下来的一种恐惧 你想德州如果一旦失守的话 那共和党人就再也不要想当总统了 这可是40张选举人票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共和党才会不顾一切的去选择 其实他们自己也看不起的 但是会搞民粹宣传 有着强人外包装的川普 所以说川普是一个特殊情况下的特殊现象 他不是英美政治的常态 好 我们说回来 最新的民调显示 69%的英国人认为约翰逊应该辞职 但是约翰逊会不会辞职呢 这个有点难说 这个要看他还能不能够找到 愿意为他干活的那些内阁部长和内阁官员们 否则你一个空架子政府 你约翰逊就是变成雍正皇帝 你也忙不过来 对吧 但是我们前面提到过 保守党前不久才刚刚就约翰逊的不信任案 进行过投票 约翰逊是通过了那次弹劾 那按照保守党的章程 一年之内不能够连续两次 对党领进行这种不信任投票 所以从程序上来说 约翰逊暂时没有再被弹劾的风险 不过呢 保守党内部现在正在有人推动 修改这个章程 以尽快的再次发起弹劾 来干掉这个约翰逊 所以总的来说 他是否还能够继续留在首相的位置上 主要还是看他是否能够尽快的重新组阁 但是观察家们大多数都认为 约翰逊基本上已经丧失了保守党对他的支持 他的下台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 那果不其然 7月7号他就提出了辞呈 保守党可能还会再选一个党领 来做英国的首相 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 明天是我的北美金轮节目 我将继续和张千范教授讨论美国司法和立法的问题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我们明天北美金轮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明镜电视频道